Lesson 2 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Lecture 49 第四十九讲了 Boiling water is different from boiled water 就是正在开的水与开过的水不同 这个题目最主要的让各位说明一下 Boiling water是什么样子的水 Boiled water是什么样子的水 这两个形容词全都是由分词变来的 前面叫做现在分词 后面那个boiled就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用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点各位要记到 Boiling是个主动的味道正在开的 那么boiled有过去的味道 还有被动的味道 被烧开的水 是这个意思 烧开了的水可能已经凉了 可是前面这个boiling water 是正在沸腾中的水 一定是一百度一百多度 那个时候叫做boiling water 好下面我们一组一组的来讲 part one sentence pattern 句型 首先我们看这个句型是什么句型呢 专门讲动词中的分词 动词我们从前学过了十二个时态 好像没有学完十二个 起码也学了十个 前面用法就是分词 在动词片语中的用法 动词片语里面 这都是我们过去学过的 各位看 不知不觉 你已经学了很多分词的用法了 另外 我们现在要学的大概就是 分词当形词用 和副词用 这两种的用法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些例句 在例句里面呢 各位就看到这些分词 比较容易认识它 一句话 Peter is writing a letter now 彼得现在正在写一封信 其中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就是 现在分词 writing 这个writing啊 放在be动词的后面 这是我们从前在 起思美语第一年度都讲过了 be动词后面加现在分词 那就是进行式 加的be动词是 现在式就是现在进行式 be动词改成过去式 就是过去进行式 如果是will be后面 再加上个现在分词呢 就是将来进行式 好 现在我们跟各位举例 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进行式 Peter is writing writing这个字 本来是动词啊 现在把它改成分词了 所以呢 is writing 这两个动词放在一起 就不打架 那就是说 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分词 第二句话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is program for two years 我们听这个起思美语的program 这个节目 已经听了two years 两年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年度 堂堂进入第三年 那么we have been listening 这里有两个分词 一个been就是过去分词 listening是现在分词 这都是我们从前讲过的这种时态 这个时态叫什么时态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is program for two years 这个时态的名字叫做 现在完成进行式 可是在哪一侧书里讲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么各位可以翻一翻看 非常重要 现在完成进行式 就是到现在为止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还继续在进行中 就好像各位听这个起思美语的节目一样 你听了两年 现在还得继续听第三年 第三 they had gone to the airport when we got to their home they had gone to the airport 这是什么时态呢 过去完成式 我一读这个 你就知道 这是过去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后面需要一个陪训的句子 马上就来了 when we got to their home 当我们到达了他们的家的时候 他们那么已经走掉了 到飞机场去了 所以我们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没有赶上给他们送行 他们已经都坐飞机走掉了 在这里 各位提醒各位一个字 那就是home 最后一个字home 不是get home 所以老早就知道 get home是到家 可是在这里怎么样加个to呢 get to their home 那就是说 there是写语 home是名词 他们的家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家 这个家已经变成了名词了 就好像go to school 那个to一样 学校是名词 就是要to school 过去我们讲那个home 可以不要to 那就是两个字 不准中间加什么 my home your home 那就是go home 那个home呢 是一个副词的味道 就是朝向家的方向走 朝家走 向着家的方向地 那个味道的副词 那就不要用to 因为它不是名词 现在你加上my home your home his home 就变成一个名词 名词前面都要加个to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是没有错 规规矩矩的 got to their home when we get home 那就是副词用法 第四 My radio is being fixed at the broadcasting station now 我的收音机 现在正在被修理中 什么时态 各位我想 如果从前两年的书 都读得很熟悉的话 这里就看得出来 是现在进行式被动语态 你在家里怎么不听收音机呢 专门听这个讲解带干什么 用你的录音机来听 收音机听一听啊 讲得更详细一点吗 你说我现在不能听收音机啊 my radio is being fixed 我的收音机现在正在被修理中 在这个broadcasting station 在这个广播电台 所以我们买的这个收音机 自能广播电台给我们修 别的地方还不大会修这种东西 这是现在进行式被动语态 用了两个分词 一个是being 现在分词 fixed 过去分词 所以你看分词是不是很重要 差不多的句子里面都有分词 这是都是在动词里面 下面我们要讲它在写用词里面了 第五 Do you see that burning building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正在燃烧中的建筑物 building 什么building burning 正在燃烧中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各位一看就知道 它是个写用词 正在燃烧的建筑物 所以我们就知道 现在分词可以当写用词用 但是有个主动 自己烧起来了 第六 Anyone living in the vicinity may come to our bookstore in person Anyone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是谁呀 现在加上一个分词片语啊 就等于一个形容词的字句一样 形容一下 限制一下这个anyone 任何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是living in the vicinity vacinity这个字最好把它记到 中国话就是附近 在不太远的地方 nearby的地方 live nearby nearby就是在附近 靠近 vacinity是个名词 in the vicinity 如果住在附近的人 may come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bookstore in person in person就是亲自的来 living in the vicinity 这个叫做分词的片语 非常重要 在英文里面呢 常常前面讲一个人 这个人一讲出来 后面没有动词 开始就接上这个分词片语 the man一个人 哪一个人 standing by the door 站在门旁边的人 站在门旁边的 就是叫做一个分词片语 这种用的太多了 the people 什么人呢 watching television now 现在正在看电视的人 通通看到了 看到什么 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枪 到了这个电视台 正在现场节目 拿着手枪 逼迫着这个 新闻报告员 给他报告一片东西 他自己写的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people watching television now can see the program 可以看到这个 accident 意外的事件 好这些呢 都是我们将来啊 还有这深入的 跟各位来探讨 就是用分词片语 形容前面那个名词 下面 第七句 第七句里面 又讲到两个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 spoken english 中国话讲 口语的英文 叫做spoken english 你这个人呢 spoken english是不错 有很多这种人呢 光是口头上 讲英文讲的不错 可是你提笔写 不是拼错了 就是文法有错误 那么这个叫做 spoken english 比较灵光一点 i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written english 所谓的written english 就是书写的英文 书面上的英文 跟口头上的英文呢 是a little different 有一点点不同 各位如果把这个 第一课的课文 读过了以后 你就有一点体会到 哦原来书写的英文 是这样的 很长的一句话 让你慢慢看 没关系 可是在口语里面 多半都是五六个字 七八个字 一句话就讲完了 因为总要有你 一口气能够把他 读得完 或者是了不起两口气 把这一个句子读完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spoken english written english是让你看的 不要你开口读啊 所以你尽管用眼睛看 看多久也不怕喘不上气来 所以那个句子就比较长 第八 cars made in japan 又来一个分词片语 这个分词片语呢 是被动的 汽车 什么汽车 made in japan 被制造出来 在日本被制造出来的 上面第六组呢 也是这个分词片语 可是主动的味道 living in the vicinity 自己主动的住在这个附近 这汽车被日本这个国家所造 are better than those 比那些汽车还好一点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后面又是一个分词片语 在日本所做的那些汽车 还赶不上 这个在美国所做的这些汽车 还赶不上日本货 有很多日本汽车不大出毛病 美国汽车有的时候还常出毛病 这里所讲的这个分词 一个分词当写用词用 第五句话 burning building 像这个样子 各位多看一看 另外还有一个分词 当写用词用 第七句 被动的味道 spoken english 被大家讲出来的英文 written english 被大家写出来的英文 那么这个三个黑体字 都是当写用词 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的通常都放在名词的前面 可是如果是一个片语的话 分词片语 多半都放在名词的后面 所以第六组 living in the vicinity 现在分词的片语 放在anyone名词的后面 第八 made in japan 放在cars的后面 最后还有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放在those those是代名词 不管放在名词 或者放在代名词的后面 都是来形容前面这个名词的 如果各位能够把五六七八 这四组 这四句话 大概里面说 喊的分词你都会的话 那么从前加上一二三四 在这个各种时态里面 所学过的分词 那么分词 分之九十都给你学到了 不过下面 还有一点新鲜的东西 分词并不见得 就是这么一个字 working studying 就一个字 然后还可以加上一个have在前面 可是加上have的话 就要把它加上having done having干什么 是完成式的分词 下面呢 我们在注意事项里面 会跟各位做一个很有系统的介绍 那就是分词 大概你所看到的有几个样子 统统摆在里面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formative sentences 上面举了八个例句 再下面加上四个例句 就变成十二个例句 这十二个例句 各位看了以后 应该自己可以模仿着做了 非常有用 分词 一句话 the man这个人 standing by the door is my uncle standing by the door 就是站在门旁边的那个人 是我的舅舅 我的属父都可以讲 the man standing by the door 这个黑体字 standing by the door 就形容这个man 限制这个人 man 这个人 什么人 站在门旁边的人 才是我的uncle 不是说天下所有的人 都是我的uncle 那只有一个站在门旁边的那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 限制前面那个man 不能够说是任何一个人 好 这是一个分词片语 现在分词片语 第二 Our TV said 我们的电视机 TV叫电视 一定要讲电视机的话 最好加上一个set 如果你不加set 人家也是看得懂 人家也是听得懂 不过不太标准 我们的电视坏了 也可以讲 我们的电视机坏了 中国人讲话不是一样吗 加个电视机坏了 那么比较更规矩一点 Our TV said 我们的电视机 怎么样呢 电视机 Just repaired by an electrician 刚刚被一个 Electrician 就是电器工人 电匠 可以修理好他 这个repair 是过去分词 就代表 我们的电视机 是被人家所修好的 刚刚修好 It's broken again 现在又坏了 这个broken 就当坏了讲 这个字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此用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分词的用法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各位 学分词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用功 我们今天呢 就到此结束了 各位听众 再会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